下 好 开始销 慢点 慢点 开始分手 开盛快点 改销 改销 不用看 红手手劲 一卷菜好 好 生拉剪腔 这里是被称为 齐显天下第一山的华山 皇位公园 正在检视悬崖下的垃圾 悬崖下面的垃圾 都是怎么产生的 一是刮风 再就是一些 不可不注意 没有下的 早上七点 华山180名环卫工人 开始清理垃圾 华山游览区域中 游览道路是22公里 沿途共设6个环卫管理站 180名环卫人员 做卫生保洁 平均每个人负责的区域 也就是100米左右 像这种平台垃圾多一点 平台垃圾多 是人休息的地方 夜趴的垃圾比较多 晚上满地都是的 层子 夜爬华山看日出 是一条经典的旅游路线 人们携带各种食品 沿途的垃圾箱很快被塞满 我们跟随游客上山 每过半个小时 就会遇到小吃摊点 大量的方便食品盒 矿泉水平等 散落在临时休息区域 当人们惊叹于日出的壮美时 环卫工人需要快速将视线内的垃圾清理好 确保每天的划山都是新的 中午是产生垃圾的又一个高峰时段 人们集中在布道两旁用餐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垃圾桶旁边 就是在一个用餐时间就已经产生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道垃圾 用餐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汤汁 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抛洒 这里面基本上也可以看见 也是一些自热类食品 包括这些盒子 原本这种地方是不允许游客过去了 但是游客用餐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在上面踩踏 这个地方已经变得光秃秃了 它的根是扎在这个原生的石缝里面的 它所能获得的养分本来就很少 它的主根上是会分出来很多比它细的根 养分主要是靠这些毛细根来吸收 但是你踩踏之后 它这些主根上的毛细根会很快的就会死掉 它为树木输送养分的这个功能就已经丧失了 汤汁垃圾如果直接拖洒在这个松树的根系上 对这个松树的这个生长健康是有特别大的影响 我们在游客的聚集地会设立 类似于干水收集桶的这种容器 为什么没有在山上进行大规模的垃圾分解 这个一旦垃圾拆解开 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二次污染 我们更难处理 每天 环卫公园需要把打包好的垃圾 挑运到垃圾堆放点 这也不轻啊 也不轻啊 这是多少斤 这大概就个六七十斤吧 重有时候不太重 就是还有德国和游客的安全 管好自己的安全 根据我们垃圾日产日清的这个要求 大概有三十多人 他们每天负责从这个垃圾临时堆放点 转运到锁道上站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锁道运送到锁道下站 然后再通过锁道下站等候的垃圾转运车 把这些当天产生的垃圾 运送到花园市的垃圾处理厂 其中一部分可回收垃圾被分拣出来 运到周边的垃圾回收再利用基地 西安理工大学周星团队在做垃圾回收科研工作 他告诉记者 对环境危害最大的是垃圾中的塑料成分 这个制热锅外层是锯饼锡材料 那么这一层一般来说都是我们锯锡或者锯绿锡的这种塑料膜 那么这里面可能又是我们锯饼锡或者锯脂类的这种材料 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乌仿布 基本上都是塑料 也就是说它里面包含了我们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塑料制品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面碗 像这样的一个面盖 它基本上可能也就是三种塑料 那么这里面就是基本上可能涉及到三种四种或者五种塑料 周星说 如果这些塑料垃圾不及时清理 会吸附土壤中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吸附土壤里面那个钙离子 钾离子对于我们微生物都有益的这样的一些元素 使我土壤里面最后只剩下二氧化硅这一类的 以沙子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最后造成我们土地的平积化 土地的沙化 还有一个便携式的这种食品会产生大量的汤水 如果倒到我们那个土壤里面 对我们那个土壤内部的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这个损害 比如说土地里面一些小的微生物呀 一些小的昆虫呀 植被呀会产生一些影响 在华山管理委员会 我们看到了一本华山景区的未来规划 其中垃圾处理方面借鉴了全国景区的有益探索 比如北京八达岭景区建设生态厨余垃圾处理站 就地消纳参储垃圾 南京七峡山景区增设智能垃圾收集设施 引导游客对垃圾进行正确分类投放 在景区环境卫生这方面 我们会按照规划加大这方面的投资 一个是标识标牌 做好这方面的引导 不断地给游客做宣传 吃完中到我们这个子定的垃圾桶里边 第二个从这个基础设施这方面予以完善 把这个干湿分离设施给大家健全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做好这方面的管理 看不过这边的工作人员 在这边一路上有没有工作人员